上一讲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普通的降压变压器分接头选择的原则 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升压变压器 它的这个分接头选择的方法 升压变压器 那么一般呢是功率呢是从低压侧传输到高压侧 那么我们把一个升压变压器呢把它表示成 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图来表示 那么U2呢就是它的受电端 那么一般呢升压变压器呢是跟电源相接的 这边呢一般是发电机 那么另外一端呢是它的高压侧 是往用户送电的 我们把这边呢叫做送电端 它的功率的流向呢是从受电端向送电端传输 那么我们像这个普通的降压变压器一样 把这个变压器呢把它化成一个理想变压器和变压器的阻抗向相串连 那么我们把它的并连之路呢先暂时忽略掉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变压器 一个实际的变压器呢 用一个理想变压器来表示 这个理想变压器的凯呢就是表示是U2N比上U1T 那么由于这个送电端是高压侧 所以分接头呢是在这个送电端 因此呢这个变比K呢 应该是U2N变压器的低压侧的额定变压 比上高压侧的分接头点压 那么这一点呢 U2一撇 这一点呢我们用U2一撇来表示 这个U2一撇呢仍然是变压器的低压侧 归算到高压侧的值 那么我们可以用变压器的参数呢 把变压器的电阻和电抗计算出来 那么同时呢我们仍然不考虑呢 这个功率的损耗 认为它送端和售端的功率损耗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呢 在经过整个网络的潮流计算以后 U1呢也就是这点的变压呢 我们是已知的 这点电压是已知的 那么这个功率呢 我们认为两端的功率一样 就是不考虑功率损耗 因此呢这个售端的功率呢 和送端的功率是一样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呢 像普通的这个降压变压器一样 像普通的降压变压器一样 那么我们呢就经过一步电压降落的计算 这个电压降落的计算呢 我们也是只考虑电压降的重分量 不考虑它的横分量 这样我们就根据呢 我们给定的这个符合在最大运行方式下的功率 和最小运行方式下的功率 以及呢在最大运行方式下 U1的电压和最小方式下 U1的电压 我们就可以呢 根据它 根据流过的功率 根据变压器的参数 我们就可以求出U21撇的电压 那么这个U21撇的电压 从这个功率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由于我们现在的功率方向 我们的功率方向是从这个 这个电压器的这个电压侧的端向 高压侧端流的 那么因此呢 在这个 在这一部分 在电压器的串联 阻抗的这一部分呢 应该是要加上U1呢 加上一个 这个电压降落的重分量 就可以得到U21撇 那么这就是这一公式 这个U1Max 它就表明 最大运行方式下 升压变压器的 它的高压侧的变压 这个一般都是经过网络的潮流计算以后得到的 然后加上这个 变压降落在通过这个功率的时候的 变压降的重分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U2一片Max 那么这个变压降的重分量呢 应该等于什么呢 应该等于TRT PMax 加上XT QMax 除上一个U1Max 就等于它 就变压降落 好 同样的办法 我们把这个DR DR 不是DR 就是在最小负荷 把最小负荷时 这个U1 所维持的电压 加上在最小负荷时 功率流过变压器串联之路的 电压降落的重分量相加 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在最小运行方式下的U2一片 那么最小运行方式的U2一片呢 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等于RT乘上一个P mini 再加上XT乘上一个Q mini 再除上U1 mini 那么这个呢 在最小运行方式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那么在电力系统当中呢 有时实行变压器的经济运行 也就是说呢 在最大负荷的时候 两台变压器并连运行 在最小负荷的时候 为了减少空载损耗 为了减少空载损耗 会切掉一台机组 切掉一台变压器 如果切掉一台变压器的话 我们在求这个Data U mini的时候呢 就要把所有的电阻和电抗 要除上二分之一 那么好 我们得到了这个 低压测归算到高压测的 这个值以后 那么和降压变压器一样 以降压变压器计算的方法一样 那么我们就要根据变比 根据变比来得到 我们所要要求的那个分接头 那么一般呢 这个U2呢 是我们要维持的电压 比方说是 我们这里低压测要求长条压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 这个低压网的额定电压 比方是知道额定电压是10千伏 那么它长条压的话 那么就说明它在最大的情况 和最小的情况下 那么就是U2max和U2mini呢 它都应该等于10.25 那么这个是已知的 就是说我们在调压的时候 你要求电压是多少 要求电压是多少 这是已知的 根据你要求的电压 以及我们计算出的U2ep 然后我们再来把变比kai得到 也就是说 我们计算出来的变比kai 应该是使得末端的电压 维持在它要求的范围内 那么因此呢 很显然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最大符合情况下计算出来的U2一撇 那么乘上变比 这就是变比 应该等于这个末端在最大符合的情况下 应该维持的电压 这个呢就是在最小运行情况下 地压侧所要维持的电压 那么在这个公式和这个公式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U2n是变压器的额定电压 那么是由这个变压器的参数已知的 这个U2一撇呢 是我们经过了一步电压降落的计算得到的 而这个U2maxim呢 是我们已知的 因此呢在这个公式里面 这四个变量当中呢 只有这个U1tmaxim是未知的 因此呢根据这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解除这个U1tmaxim 那么对于这个最小符合的情况也一样 那么这三个数都是已知的 只有呢U1tmin是未知的 那么因此呢我们用这个公式呢 也可以把这个U1tmin算出来 得到这两个值以后呢 我们因为是一个普通的升压变压器 它不能带负荷调节 不能带负荷调节 因此我们就要取他们两个的平均值 要取这个分接头的平均值 来兼顾最大和最小负荷的运行情况 那么这个呢我们就要 那么把他们两个呢一加 就是然后除二 得到了一个U1t 然后我们再呢根据我们计算的U1t 来在这个分接头里面找一个和它接近的 就得了得到这个U1tn 有了U1tn以后呢 这个辨比就确定了 那这个辨比呢就等于 U2n除上U1tn 得到这个以后就相当于我分接头电压已经确定了 分接头电压确定了 那么我们就要验算一下 在这种分接头下 那么U2max乘上这个分接头 是不是等于我们要求的 那么最小运行情况下 分接头也确定了 那么我们也要来验证一下 它是不是我们要求的电压 那么这个呢 如果满足了这个电压的要求 那么就分接头就好了 如果呢不满足这个电压的要求 那么我们可以呢 再改变一下和它临近的分接头 再来进行计算 当然呢 在变压器的分接头计算里面 往往呢 有可能选不到 和让两个变压器 它在最大最小运行情况下 它的辨比都合适的一个分接头电压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主要是发生在最大最小复合的时候 电压的损耗变化太大 也就是复合在最大最小 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 那么单单的靠选 变压器的分接头 并不能够满足这个系统的 变压调整的要求 这是我们以后要给大家讲的 下面呢 我们就通过一个立体 来仔细的看一下 来看一下 具体的变压器的分接头 怎么来求 那么这是一个降压变压器 一个降压变电锁 那么变压器的参数呢 已经都规算好了 那么这个变压器的参数呢 就是根据变压器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 变压器的短路损耗 和变压器的短路电压百分数 那么然后呢 再根据变压器的额定电压 根据变压器给出的这个功率 把它折算到110侧 那么已经给出了这个值 给出了这个变压器的这个值 那么在最大符合的时候 也就是这条母线 高压侧的母线 最大符合的时候 这个母线电压维持在113000伏 最小符合的时候 这个变压器高压侧的电压呢 维持在115000伏 然后低压侧呢 母线的电压允许变动范围是 10到11000伏 那么这个呢 就等于相当于我们给出了 U2 Maxim和U2 Mini 在这里面呢 它实际上按照我们给出的这个 就是变压器低压侧要满足的电压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顺调压 在最大符合的时候 要求电压低一些 最小符合的时候 电压高一些 所以它是一种顺调压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要来求变压器 这个满足这个电压时候的分接头的位置 那这高压侧的分接头在这边 同时呢 给出了这个变压器呢 它在最大运行方式下 所通过的功率 和最小运行方式下 所通过的规律 所通过的功率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下 首先呢 就根据我们前面介绍的 我们知道了 这个我们要把这个网络呢 实际上呢 要把它化成 我们在上一讲 给大家介绍的 这种情况 要把它化成 因为我们这也是个降压变压器 这个参数呢 相当于 在刚才这个立体里面 已经给出了 这个RT和XT 已经归算了高压侧了 那么这点的变压呢 也给出来了 在最大运行方式下 是113 最小运行方式下 U1迷你呢 是115 那么这个最大功率 和最小功率呢 都给出来了 这两个的变压也给出来了 那么U2max呢 是等于10 U2迷你呢 是11 那么现在的问题呢 就是在我们已知这些条件下 看我们这个变压器的分接头 到底是选哪一档分接头点压 能够满足电压 调压的要求 那么这个呢 很显然 我们要根据最大和最小两种情况 来计算 这个变压器的电炕 变压器的主炕上面的压降 那么得到这个变压器主炕上的压降以后 我们由这个高压母线的变压 就可以求得低压侧规算到高压侧的值 对吧 我们就可以求得呢 低压侧规算到高压侧的值 那么有了这个值 有了这个值 在根据变压器的变比 我们就可以求出分接头来 就是用这个 我们用这个图 我们刚才那个立体力没有给出这个图来 但是这个图呢 完全可以用到我们刚才的这道立体力 那么相对的这个数值呢 这是已知的 这是已知的 参数已知 最大功率 最小功率已知 末端的 末端的这个要求电压已知 不知道的呢 就是要求这个 求这个 另外是求变压器的这个变比开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1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应该呢 把这个低压侧 规算到高压侧的值求出来 那么这是高压母线 高压母线 在最大电压情况下 要求的电压 用它呢 来减掉这个 最大符合运行时候的 电压降落 那么这是电压降落 它的重分量的表达式 电压降落 重分量的表达式 好 那么我们具体的 就把这个带进来 最大符合数的有功是 28兆复安 R呢 电阻呢 变压器的电阻呢 是2.44 那么无功复合呢 是14 那么它的阻抗呢 是40 好 除上电压 我们就得到了 低压侧规算到高压侧的 在最大符合时候的电压呢 是107.5千伏 用同样的方法呢 我们要把这个 最小符合下 那么它的这个 低压侧的电压 规算的高压侧的值呢 得到 得到 那么这样 我们用这样方法算出来以后呢 它等112.75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的 调压的要求 它的这个调压的要求呢 它要求最大符合的时候 二次侧母线的电压 不低于10千伏 那么这时候分节头的电压 这个分节头的电压呢 就应该等于 我们 低压侧规算到高压侧的值 然后呢 来乘上 来乘上这个 辨比 不是乘上辨比 乘上边压器的 低压侧的额定电压 和低压侧要维持的电压 这就是 低压侧维持的电压 对吧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 高电压 好 然后 这是额定电压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 在维持 高压侧为 10千伏的情况下 电压器的分节头呢 就等于 118.25千伏 那么在最小符合的时候 二次侧的母线电压 不得高于 11千伏 那么分节头的电压呢 就应该等于 我们计算出来的 二次侧 归算到 一次侧的电压 来乘上 额定电压和 低压侧要求的电压的比 那么得出来呢 是112.7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要满足最大最小负荷的要求 那么就要 取它们两个的 平均值 那么取得平均值以后呢 得到的值呢 是一个 115.475千伏 那么115.475千伏 我们选择离它最近的分节头电压 也就是说 是正的5%的这一档 那么我们得到的分节头电压呢 是115.5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便比 它的便比呢 就是11除上 也115.5 这一步呢 是很重要的 那么 很多学生呢 就容易算出平均值以后 就认为取得了分节头电压 这个地方呢 必须要注意 你算得的分节头电压 并不是实际变压器具有的电压 你必须要根据算出来的电压 去选择一个 实际变压器 所有的这个 分节头的电压 那么这样 得到这个以后 我们就来校验一下 看一下我们选的这个分节头电压 或者说我们确定的这个电压 满不满足 这个符合的低压策的要求 那么U2 也就是迪亚姆 现在最大符合的时候 它要求不低于10千弗 那么因此呢 我们得到了107.5 去乘上一个11 除上个115.5 那么就等于呢 算下来是10.238千弗 那么它大于10千弗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这样选了这个分节头以后 在这个电压侧的母线上面 它满足了电压要求 它不小于这个10千弗 那么我们现在算出来呢 它是大于10千弗的 而且离这个10千弗呢 也没有远远的偏离它 那么在最小符合的时候呢 在最小符合的时候 在最小符合的时候呢 我们要求呢 这个电压呢 它呢 就是 这个电压的要求呢 它呢不大于 就是不超过这个11千弗 那么我们现在算下来呢 是10.733千弗 那么 那么 这个地方呢 这个应该是取小于号 因为它是小于10千弗的 它是小于10千弗的 11千弗的 那么这个呢 也满足了 这个在最小符合的时候 电压要求 也就是说 你在最大符合的时候 电压是这么多 最小符合的时候 在这么多 那么在其他符合呢 它就在它们两个之间 刚好没有超过 它所要求的 这个上下线 因此呢 我们所选的分接头 是合适的 对于这个变压器的 这个降压变压器的 计算方法就是这样 如果是一个升压变压器 实际上呢 它的差别就差在这 你在做这个升压变压器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由于功率方向的流通不一样 升压变压器是从 低压向高压流 而这个降压变压器呢 是从高压向低压流 因此它的这个功率的方向不一样 所以它的变压降是相减的 而升压变压器呢 由于它的功率方向和 降压变压器的功率方向不一样 那么它呢 是相加的 是相加的 那么其他的计算方法 都和降压变压器的一样 因此呢我们要求大家 对这个普通变压器 对你升压变压器 还是降压变压器 分接头的选择 都应该会做 都应该会做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这个第五章呢 第六章后面要给大家留了作业 那么大家呢 要把这个变压调整 用这个分接头 变压器的分接头来调压这个呢 要认真的掌握 这个实际上它的计算并不难 计算并不难 虽然计算只有这几步 但是呢 里面牵扯到的很多知识 一个呢 你要会算电压降 你电压降如果 首先第一个要会算参数 你必须要把变压器的参数 要能够计算的对 然后呢 要能够算这个变压降 电压降能够算出来以后 我们必须呢 还要有会算这个分接头的变压 算分接头的变压的时候 就要用到变压器的 额定变压的概念 那么这里面呢 这所有的几个量 它都是有它的物理意义的 有一个不清楚 那么你算出来的 这个分接头电压就不对 那么分接头电压不对 那么你最后得到的 这个分接头就不对 那么你就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虽然这个题目呢 不是很简单 但这个题目不是很复杂 但是呢 它包含的一些 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 这个概念呢 都是由我们前面积累下来的 所以要大家呢 还通过做题来掌握它 好 上面我们给大家 我们上面给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三饶组的变压器 两饶组的变压器 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三饶组的变压器 那么三饶组的变压器呢 它呢 是有三个饶组组成的 高中低 那么它的分接头变压呢 一般呢 是在高压饶组上 它的分接头电压 在高压饶组和中压饶组上 那么因此呢 我们在进行 这个三饶组变压器的 分接头选择的时候呢 要比两饶组的时候呢 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它的计算步骤 和它计算的牵扯到的基本概念 实际上是一样的 只要我们对两饶组变压器 求解它的分接头的 这个计算方法掌握了 三饶组无非是多算一步 无非是多算一步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面呢 要第一个 首先要注意的呢 就是你要看 你的这个参数是归到哪一侧了 那么一般呢 我们归算的高压侧 就是把三饶组变压器的 它的这个组抗值呢 我们把它归算到高压侧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这个R1 X1 R2 X2 R3 X3 这个我们在前面 讲变压器的等值电路的时候 曾经说过 那么它就分别表示 一次测的电阻 二次测的电阻 三次测的电阻 以及那一次测的等值路抗 二次测的等值路抗 三次测的等值路抗 要把这些参数呢 要根据电压器 名牌上给的参数呢 我们要把它归算到同一侧 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图上 我们是把它归算到了高压侧 因此它所连的这两边呢 都应该带分接头 它是归算的高压侧了 那么也就这边呢 是低压侧 这是高压侧 这是中压侧 那么这样理想变压器呢 就应该加在高和低之间 高和中之间 那么首先你要把理想变压器 要搞清楚 如果所有的变压器呢 都是归算的低压侧 所有的变压器都归算的低压侧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这个电压呢 就应该到了这儿了 就是我们这个 应该放到这点了 应该放到这点了 那么中压侧和这个高压侧的连接方式呢 也就发生了变化 当然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把它放在了这个高压侧 那么好 我们现在呢 已知的条件呢 往往是已知的优衣 再一个呢 就已知这个中压侧的 因为它是一个三绕组 是一个降压变压器 它的功率方向是从这个高压侧 流向中压侧 流向低压侧的 因此呢 我们已知呢 低压侧和中压侧的最大和最小复合时候的功率 另外呢 我们已知什么呢 已知中压侧要求 我们维持的电压 也就是 这个U2max和U2mini 包括这个U3max和U3mini呢 是我们已知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些已知的条件下 我们来求 那么高压侧它所应该满足的分接头 那么中压侧满足的分接头 虽然我们画是这样画 把一个高压侧绕组呢 我们分成两侧画 但是实际上 只要这个低压侧的高压侧的分接头选定 那么中压和高压相连的 这个高压侧的分接头就已经定了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主要的还是选择 这边的分接头和中压侧的分接头 好 那么这个呢 很显然从这个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不考虑变压器的并联之路 不考虑电压降的这个恒分量 同时不考虑这个功率损耗 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S2 S3最大最小负荷 我们就可以求得 高压侧的最大最小负荷 那么这两个参数已知 这个参数已知 那么把U1减掉 因为我们功率方向是从高往中和低流的 减掉 那么功率呢 在这个高压绕组上的损耗 是不是就求得了这个中性点的电压 求得了这个星星连接的 我们这地方这个中性点U0的 电压 得到了这个电压以后 那么流过这个低压绕组的功率呢 我们还是S3 还是S3 那么有了这个功率 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 经过这个低压绕组 归算的高压侧的这个低压绕组的这个阻抗上的电压降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求得这个U3一撇 也就是求得了这个低压的电压归算的高压侧的值 然后呢我们根据低压绕组的 根据这个低压 母线的电压最大最小的负荷要求 电压要求 我们就可以求出的这个高压侧的分解头 这一部分是不是就跟 这一部分是不是就跟这个 双绕组变压器的计算方法完全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 在双绕组变压器的时候 我们这个U0呢就是U1 现在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我们多增加了一步这个计算 就多增加了一步这个计算 做这个计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流过这个高压绕组的功率呢 它是由这个低压绕组和中压绕组的和 我们要用低压绕组和中压绕组的和 一起来计算这个组抗上面的压降 得到这一点 得到这一点值以后呢 再往下做的时候呢 就跟我们双绕组变压器的计算方法完全一样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高压侧的 这个分解头电压选出来了 选完以后 那么我们还要校验一下 还要校验一下 这个计算跟双绕组完全一样 校验完了 比方合适了 那我们就定下来了 定下来以后 我们再来算这个中压侧的中压绕组的选择 因为我们高压绕组选择好了以后 这个理想变压器的高压侧的 这个分解头电压就已经定下来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幽灵知道这个电流过这个中压绕组的功率知道 那么这功率呢 在这个中压侧规算到高压侧的组抗上的压降也能够求出来 那么我们就求出了U21撇 U21撇知道 这个也知道 这个知道 那么 这边的分解头电压已经知道了 那么 是不是也就只剩 这个二次测的分解头电压 别的都已知道 只有二次分解头电压不知道 那么我们把最大最小情况求出来 然后再把它其他的平均值再校演一下就完了 我们下面呢 就来具体的看一下 做这个三绕组变压器的分解头选择的时候 第一步呢 第一步我们先根据低压侧的电压要求 先根据这个低压侧的电压要求 选出高压侧的分解头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步 那么要计算呢 U3 一撇MAX 那么U3这个秘密要计算这两个值 那么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流过高压侧的功率呢 是中压侧的功率和低压侧功率之和 我们不考虑功率损耗的时候 这样呢 我们根据这个功率呢 先求除中性点的电压U0 然后呢 我们在分别根据低压侧流过的功率和高压侧流过的功率 再求除U2一撇和U3一撇 那么这样 得到了这个值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于电压侧来说 这个U3MAX就等于U3一撇 来乘上U3N比U3E 它的电压的分解头 很显然这是变比 把这两个电压侧的比呢 就是变比 那么我们电压侧规算的高压侧的值 已经通过上面的这些步骤算完了 那么这个是已知的 这个是已知的 只有这个位置 那么用这个公式 用这个公式呢 我们就可以求除这个U1T来 最小运行方式完全一样 只不过这是我们带的功率呢 是最小运行方式的功率 那么算最小运行方式 也要注意到变压器 这时候是不是处在经济运行的状态 在最小复合的时候 会不会切掉了一台机 切掉了一台变压器 如果切掉了一台变压器的时候 我们在计算这两个的时候 要用到变压器参数的时候 所有变压器的电阻呢 都要扩大一倍 电感呢也要扩大一倍 然后呢 我们再把最小运行方式下的 分接头电压得到 那么这样取它们两个的平均值 取两个分接头的平均值 那么得到了一个U1T 然后呢 我们再根据这高压侧 所有的分接头 那么来根据高压侧 有的分接头呢 我们来得到一个 这个实际的分接头电压 再来教验 这几步骤都和双饶组的时候是一样的 都和双饶组一样的 那么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在求这个U0的时候 我们要用两个功率的盒来做 如果要考虑功率损耗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要像 求这个开示网的潮流计算 对吧 以至不同点的电压功率时候 把电压分 把功率分布先算出来 然后再来算电压分布 对吧 如果要考虑功率损耗就这样 如果不考虑功率损耗 那我们就直接把中压和低压的功率加在一起 就可以求出这个U0的 求出U0以后后面的计算方法 跟两绕组的完全一样 到这为止呢 我们就把三绕组变压器的高压侧的 这个分接头电压呢 就计算出来了 就把高压绕组的分接头电压算出来了 那么第二步呢 第二步 第二步呢 就是我们要根据中压侧的调压要求 来选出中压侧的分接头电压 那么这个呢 我们首先呢 要把这个U2max一撇 和U2mini一撇先求出来 这两个值呢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在 这个 我们求出U0以后 减掉最大符合流过中压侧 折算到高压侧的组抗上的压降 就可以得到U2一撇max 那么然后呢 再用U0mini最小的时候的电压值 减掉 那么最小符合在中压侧阻抗上的损耗 电压损耗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小符合时候的电压值 得到这两个值以后呢 实际的从这个基本的思想来说 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我们的这个U21撇max呢 它是低压侧折算到高压侧的值 因此呢 它跟低压侧这个电压之间呢 满足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取变比的时候 我要把这个值呢 归算到低压侧 那么因此上面 现在是归到中压侧 归到中压侧 上面呢 应该是中压侧的电压 这是归算侧的电压 这个呢 应该是被归算侧的电压 对啊 那么这个归算侧的电压 是我们要求的 而被归算侧的这个电压分阶头呢 那么我们在第一步里面的时候 在求这个满足电压绕组的电压 就是高压的分阶头 已经都定下来了 对吧 已经都确定下来了 对吧 那么这个电压也已经已知了 这个也已知 这是我们要求的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求出 中压侧的满足最大符合要求时候的 它的分阶头电压 那么这个分阶头电压呢 用这一公式就可以算出来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虽然是这几个公式 但是你的这个概念一定要很清楚 对吧 我这地方为什么一定要写U2T max比上个U1T 为什么不写U1T n比上个U2T max 原因就在于 这个电压是低压次 归算到高压侧电压 通过变比归算以后的电压 对 因为它是低压侧电压 因此我们上面呢 一定要是你归算侧的电压 下面是倍归算侧的电压 这个不能用错 这个一用错的话 那么你算出来的这个值就不对了 对吧 那么最大符合的情况清楚了 那么最小符合的时候一样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求出了 这个满足中压侧电压要求的 中压侧的 这个分阶头的电压 那么一样我们还是要把它取两个的 这个 取两个的这个平均值 得到平均值以后呢 我们再在中压侧的电压上 再在中压侧的电压上呢 我们去找 它的这个 所存在的这个额定 额定的分阶头电压 然后把它选出来 得到这个额定的分阶头电压以后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这是中压侧和高压侧的便比 对吧 那么这个把它 最大符合来乘上便比 得到一个电压 看和我们要求的电压 差的多不多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对吧 那么在最小符合下 乘上便比就得到 低压侧所要求的电压 那么看看是不是满足要求 对吧 那么满足要求呢 我们就用这个 如果不满足要求 因为我们这是取的平均值 那么你还可以换档 再换一个跟它相近的 上一档或者下一档 那么再来计算 那么取一个档呢 使得它的电压基本接近 因为分阶头的电压调整呢 本身呢 它是一个离散的调节 它肯定有一定的误差 那么我们允许这个误差呢 在一定的范围内 一般来说允许它在一个变压器 档位的误差范围内 因为你换一个档位 那它又要高这么多 或者又要低这么多电压 那么如果在这个范围内 它能满足 那就说明我们用分阶头来调压 还是可以 如果超出误差 超出了这个档位的 那就说你现在只用分阶头 来调压是不行的 对吧 我们允许它这个误差呢 有一定的偏差 因为我们比方说要求它就是 一定是横调压 比方10千V的横调压 是10.25 那我算出来呢 不是10.25 那我算出来呢 比方说是这个10.35 那你说它不行 你再换一档就更不行 那它只要在一个档位的 误差范围内 我们就认为它是可以的 这个呢 那就是这个变压器分阶头的 这个计算的方法 那么我们要求大家呢 对这个变压器的 这个分阶头的电压调整呢 这个是一个计算的重点 希望大家能够来 把这一部分呢 能够从概念上理解了 同时呢 会算题 能够算对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分阶头调压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就先到这 啊 感谢观看